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热点新闻 美国国税局周二的时候宣布 由于通货膨胀的加剧 国税局将在2023年允许美国人减免更多的收入 提高所有税局的收入起征点 并且提高标准扣除额 The Standard Deduction 标准扣除额即不需要交税的收入额度 在食品、房租、汽油和其他物品价格飙升 引发的数十项变化当中 国税局将2023年纳税年度的标准扣除额 提高了约7% 对于夫妻共同报税的已婚夫妇而言 标准扣除额将增加1800美元至27700美元 对于单独报税的纳税人 标准扣除额将增加900美元至13850美元 这两个标准也比今年增长了约7% 从而使纳税人更多的收入年缴所得税 对于那些工资没有与通胀同步上涨的民众来说 提高税率起征点可以在报税时节省更多的钱 37%的最高税率将适用于明年收入在 578125美元以上的个人 以及夫妇收入在693750美元以上的家庭 这一收入标准比2022年的标准上调了7% 房价还没有见降多少 但是美国的房贷利率还在涨 截至10月17日的最新消息显示 30年房贷利率继续升高 已经高至了7.646% 是美国自2002年以来的最高点 在这样的利率之下 美国的房地产交易进入到了冰冻期 根据标准普尔的数据 越来越多的钱在买家不得不放弃房子的交易 8月份的现房销售量为480万套 连续第7个月下降 比去年下降了约19.9% 9月份的房屋销售也持续下降 这意味着美国人买房越来越难 同样是30年的50万美元贷款 在今年年初3%利率的时候 每个月的按揭仅仅是2108美元 而现在7.646%利率的情况之下 每个月的按揭高达3546美元 相差了1438美元 这个差额相当于再贡一套房了 10月5日加州通过了 机动车辆数字车牌法案 正式向加州2700万的司机全面放开申请数字车牌 所谓的数字车牌 就是把传统的铁牌换成车牌大小的液金显示屏 上面显示的是车子的车牌号码 数字车牌的好处就是 以后每年的年审都不用再贴纸了 只要交完费 右上角的年份会自动更新为下一年的时间 如果您想改车牌号 也不用重新申请铁牌 在申请通过之后 数字车牌会自动更新为新车的牌号 另外一方面 数字车牌还能够显示各种的紧急的消息 比如说车辆被盗的话 数字车牌的液金显示屏 就会显示此车被盗的信息 而附近的车辆则可以一眼就看出 这个车已经被盗了 另外数字车牌 还有内置的GPS模块 可以定位车辆的位置 一旦被盗 可以很快地找出车辆所在位置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目前加州DMV只指定了一家名叫 Reviver的公司生产数字车牌 电池版的价格为 每个月19块9毛5 或者签4年的协议 每年是215块4美元 有限版的价格是每个月24.95美元 为期两年 商用车的有限车牌 每年是275.4美元 如果对数字车牌有兴趣的话 可以登陆 Reviver公司的网站下订单 在2023年1月14日 15日两天 华人工商大展将再次空降 Pomona Fairplex 与大家一同庆祝兔年的到来 在大展上我们会有7个大型展览厅 3条独特的美食街 超过1300个商铺 动漫展Anime Impulse 和Kplay也将再度亮相 Kplay是一个专门为Kpop歌迷而诞生的盛会 聚集了韩国流行文化的爱好者 邀请到了人气很高的TikTok网红 打造独一无二的高质量寒流文化交流平台 而球鞋展Sneaker Expo 更是汇聚了众多知名品牌所提供的 超高人气球鞋与服装 相信将获得许多潮流服饰爱好者的青睐 华人工商大展还设置了10个独特的娱乐舞台 届时将带来精彩分层的表演 大家可以欣赏到中国的古典舞 日本太古 韩国传统舞蹈 巴西热辣舞蹈等等多种形式的节目 除此之外 华人工商大展还会带来万众瞩目的大卫王比赛 试驾活动 幸运大抽奖活动等等 第41届华人工商大展将于2023年1月14日和1月15日隆重开幕 我们欢迎所有来宾的参加 也欢迎广大的参展商参展 参展的热线是626-280-8588 以上就是今天华人工商热点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